比特币又在阻力回落了 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我们先看到科币托CrossBybit交易大赛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参赛人数来到了386人 那我们总共呢 目前可以瓜分 7500USDT的现金奖金 也就是如果说你拿奖的话 这些奖金都是可以被提现的 那如果说啊 我相信对我们社群来说 应该是不难 我们只要来到500个人 也就是我们再多增加100多个参赛者的话 那我们就有机会来到下一个阶层 也就是瓜分1万美金的奖持 那报名呢是完全免费的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共襄胜举 那目前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有暂时的排名了 那他后面呢就会告诉你 你预据可以拿到多少奖金 如果说你也对这个免费的比赛感兴趣的话 我的比赛链接呢就在下方 只要你有任何一支Buybit的账号 你就可以参赛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完全是免费的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Buybit的账号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交易所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都说我换过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下方还有更多头部顶尖交易所 我保证是全网返还比例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Buybit的行情吧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定义过一条线 也就是这个通道嘛 如果说这个上升通道 它被跌破的话 那我就可以正式宣告 我们这一波震荡向上调整的过程 它是完完全全的被终结掉了 好 不过呢 我们现在我们再换到 更图表的右手边 我们只观察右手边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呢 我们在此处啊 诶 这边 是不是有一条 更陡峭的趋势线 那并且呢 我们在上方啊 可以很明确的画出这道阻力线 对吧 那这种形态呢 上升三角 通常啊 它是一个中继的形态 也就是如果说前面是涨上来的话 那通常它会往上突破 不过我们再观察一下细节的变化 你可以发现 我们大约在24100美金的压力位 它是很强劲的 每次遇到 对吧 碰到之后呢 诶 就开始供应 供应增大 不过 就开始遇到供应 不过这个供应到后来 并不连续 对吧 并不连续 碰到之后呢 遇到供应 碰到之后遇到供应 不过这个供应 如果说要考虑做空的人的话 最重要的是 我会很关注 它的供应有没有连续 像之前在此处的时候 它的供应就不连续 如果说这一根啊 它是一根阴线往下的话 哇 那就非常的完美 那目前呢 它是往下做回落了 那如果说做多单的朋友 需不需要太过担心呢 如果说我们这条趋势线啊 它被跌破的话 或许可以考虑减点长 那如果说你是做那种 趋势单子的 那么碰到这个点的话 也会非常非常危险啊 如果根据coinbase的价格 大约是在22,392 那如果说比特币 它又连这个点 它都给跌破的话 那会非常危险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 有一个初步的 头部的形态出现啊 也就是我们反弹啊 它并没有过前高 那这不就形成了一个 double top吗 对吧 比较小型的顶部 不过跌破这条趋势线呢 它也不一定会是非常好的 做空时机哦 毕竟我们前面运行了 一波行情嘛 那跌破趋势线 它或许可以预告着 我们这一波上涨趋势 它已经告一个终结 不过接下来很有可能 它是进入震荡 到真正非常良好的 做空时机 很有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好 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往更小的周期看 你可以发现 我们在突破过后啊 它有点后继武力 对吧 它突破的量呢 当时看勉勉强强还就是可以 不过它碰到过后呢 你可以发现它的供应是很强劲的 所以如果说它还要在选择向上的话 在下方蓄力 然后再突破向上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不过我一直都不看好这一波上涨 这波上涨以来呢 我是没有开过任何一张多单了 那我们再看到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它的趋势线啊 其实就更陡峭了 如果说我们这么画的话 你可以发现 对吧 它的接触点很多 那非常的陡峭 比比特币要来的更陡峭 其实以太坊它也比比特币 走的要来的更强 那目前呢 它已经出现了这种 终结的上升楔形了 其实楔形啊 只是一种诠释方式而已 如果说我们用测量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呢 我们从这儿 它第一波 它上涨了64个百分点 对吧 64个百分点其实不少 那第二波呢 30个百分点 开始变少了 那第三波呢 它只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就遇到回调了 你可以发现 发现它上涨的幅度呢 是越来越小了 它突破的幅度其实也是 所以我们可以 说明啊 在此处的 是有遇到阻力的 那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嘛 它已经来到了我们前一个 震荡区间的下缘了 到此处啊 当时在这里被套牢的人 一定会有人想在这里解套 所以在这里遇到 一些阻力 是非常正常的 不过呢 我们一样跟比特币观察 同一个点位 这个点位 如果说以太坊它再次被触及的话 我会认为这波上升趋势呢 就比较危险了 大概是1559.28 如果说连这里都被跌破的话 那么就真的会稍微危险一点 不过你可以发现以太坊它还是在创新高的吧 那既然说它还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跌破就不一定可以做空 如果说在此处就先做空的话 也是属于比较偏左侧的入场方式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一个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拜拜